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金子 今天给大家来做一期免费域名的注册教程 这个域名可以直接托管到Cloud Flare 这个是我已经写好的文字教程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去我的博客看 今天要推荐的话是这个L53的域名 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实操 我们先来打开这个官网 这官网进来之后要先去注册一个账号 这里的信息我们随便填就可以了 这是我之前填过的 这是改一下 邮箱邮箱要用来激活的 所以邮箱一定要填真实的 地址信息的话都随便填就可以了 但是都要填必须要填 手机好像可以不用填 我们先填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让你承诺的直接复制就OK了 然后其他可以应该可以不用 我们来输一下密码 这个验证码的话正常国内是没法没办法直接显示的 需要科学环境才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同意注册 好手机要不行 手机要必须要填一下 我这里填一下 那些信息的话大家随便填就可以了 正常是用不到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去登录一下 他会提示你去激活的 或者你直接去那个邮箱里就可以了 你这样登录进来是可以进来的 但他会提示你先去验证 我这边来验证一下 OK 这边验证成功了 我刷新一下 OK 他就直接进来了 看到了吧 然后我们直接回到控制面板 然后我们去购买域名 这里的话可以新鲜订单 也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订购 然后选择一个产品 这里来自定义你的域名 这里可以选择选择短一点 然后检查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用的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要去自定义他的那个DNS服务器 这个域名的话 它本身是不带DNS解析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 进用第三方的DNS服务器 如果 你不用Cloudflare的话 他会默认会给你 就是推荐一个 他 你这里直接 就是 不指定的话 他自动会生成一个 然后第三方 你可以去用那个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直接去用Cloudflare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里来 先来登陆这个 让我这里直接登陆 之前登陆过了 然后来到主页 主页我这里的话 因为这个招没有添加过 所以他我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正常你们这里会有一个添加域 或者直接在这里来添加就OK了 这里也是一样的 点击这个 正常的话添加域进来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刚刚的那个域名放进来 他应该不可以直接把这个复制一下 出不了 手输了 该是这个吧 再确认一下 然后如果你英文看不懂 大家可以用自己浏览器翻译一下 直接快速扫描就OK了 他主要去扫描你这个 域名的解析 然后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下 我们用免费的就OK了 然后点击确认免费 然后继续 然后点击 然后点击 OK这里的话 他原则上应该是刷新不出来的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继续就好了 然后确认 然后这里的话会看到他会提供两个服务器 我们把这两个服务器添加到这里面了 回到这里了 添加进去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里他会跳出金额 然后我们现在选择这个优惠代码 直接把这个复制进去就可以了 应用 确认 这个就是0元了 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正常 一般的话一年都会有 有时候会出两年三年这样子 正常的话就是进来就可以免费用的 我们点击结算 然后他就会处于一个代配置状态我们等个差不多五分钟左右他这边就会激活了 然后我们现在先回到这边来 让我们直接点击继续 因为这是英文版跟我的那个教程可能对不上我们翻译一下就会发现他就是减和我这个教程对得上了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配置就配置好了 然后我们就等他激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等他激活就可以了 我们稍等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域名 我回到主页 他这里可以看到新的订单或者你看你的服务也可以 他就会看到你的域名 我们可以去进行配置 现在的话还没有激活 所以还不能配置 我们先等一会 估计五分钟左右 这边我们也可以回到主页 看一下他域名状态 现在还是无效的 他要等这边激活之后 他那边才会去同步去生效的 OK 还挺快 三分钟 三分钟就OK了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可以配置他了 然后这里的话正常的话 就是如果你用的真实的隐私或者其他的信息的话 建议大家开启这个隐私保护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服务器 服务器就是我们刚刚填入的 如果你不填的话 他自己默认会带出一些服务器来 然后你通过那个服务器 你再去他有一个第3方法 你可以去更换 如果后续你想换服务器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修改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 然后刷新看一下他这边有没有激活 这要稍等一下 因为他那边刚刚刚激活这边也需要时间去生效 我们现在可以先去配置一下看 这边就要成就先关掉了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解析 这边随便添加一下就行了 因为我们用来验证 随便把代理关掉 然后保存一下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直接点击这里看他状态就行了 这还没有生效 我现在直接就先放下了 所以我现在把课程转发了 我现在购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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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 对吧 好 还没有成功 我们先来 dns插序 把刚刚的先来跑一下 正常他应该是解析不出来了 你看是没有任何记录的 这个不知道是调一调什么东西 全球外贸服务器 正常的话就是没有 我们等他生效 等他生效之后应该是解析出来8.8.8 终于激活了 我还以为哪里有问题呢 我可以我们激活了 我们就去验证一下 这个解析有没有成功了 看现在就说明解析成功了 全都是八八八对应的 所以说这个之前操作过几次 他这边会激活都会比较快一点 这次就会这次特别慢 所以大家有时候可能他没有长时间 没有激活的话 就多等一会儿 OK 那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点个点个关注点点赞 谢谢